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下成人饮食密码 就是说我们要按照什么密码来吃才会健康呢 这个密码是谁提供的?就是妈妈 你的妈妈 母乳里面营养的成分是什么样? 当你十个月大的时候 你妈妈提供你喝的母乳里面是什么成分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吃就会得到健康 我们这个单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按照母乳脂肪酸比例来吃油 第二就是按照母乳乳糖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第三就是要按照母乳氨基酸比例来吃蛋白质 今天讲的是蛋白质 那么我们看 我们要吃的蛋白质是多少呢? 其实妈妈在我们12个月大的时候 她给我们吃的这个奶水里面 蛋白质只占6.8% 6.8%或者7%的程度 那么反而是脂肪占47% 碳水化合物占46% 所以我们今天长大以后 我们也不用很多的蛋白质 小时候还正在成长 7%就够了 那么我记得我妈妈生死一个小孩 我妈妈在小孩子一岁以前没有给吃过任何副食品 每个小孩子都长到头好壮壮 甚至到一岁半还在喝奶 所以母奶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那么母奶的蛋白质也不过才6.8% 最多7%而已 当然出乳例外 所以我们现在的成人 也绝对不用吃到更多的蛋白质 吃多了反而对身体有害 所以我们讲正常饮食 就是说正常的生通饮食 就是葡萄糖占50% 脂肪占40% 蛋白质占能量来源的10% 这个是我们强调的 这个就是我们计算的时候 大家看最后这个 其实是6.8个percent 蛋白质占母乳的成分 蛋白质 其实它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氨基酸有这个必须氨基酸 有这个9种的必须氨基酸 另外有一种叫做条件式必须的氨基酸 另外有一种叫做非必须的氨基酸 这三种我们要给它分清楚 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蛋白质呢 是要来当燃料吗 能量吗 产生ATP吗 绝对不是 蛋白质它只是构成我们细胞的成分 修复要用而已 大家看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这个两层是油脂 上下两层 那么这个红色的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它就等于是我们一个建筑的一个钢筋水泥 一个一个基本的这个架构 这个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 蛋白质它称起我们身体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架构 像这个呢 Transport运输的蛋白质 这个接受体的蛋白质 还有辨识一些东西的蛋白质 各种各种的这个蛋白质 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 蛋白质它不是拿来当燃料的 千万不要误会 一个70公斤的人 他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嘛 就是70公斤的人 一天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 所以一天等于大概要2000大卡 那么2000大卡里面10%要来自蛋白质 那要多少的蛋白质呢 就是200大卡嘛 200大卡来自多少的蛋白质呢 就是 200倍四处等于50公克的蛋白质 止干物量 提到蛋白质 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阿金减肥饮食法 阿金博士在这个197月年出版了一本书 提上这个断糖吃肉减肥 他后来变成很有名 可是呢 他最后呢 就死于自己的食谱 他死的时候呢 就是有达到77公斤 117公斤 BMI36正常是18.5到26 后来他一直被肥胖高血压 心脏衰竭缩苦 最后是死于心肌梗塞 虽然说是跌倒 可是后来 有很多人证明 他是因为心肌梗塞才跌倒 才撞到头的这样 所以说蛋白质是一种劣质的燃料 他不是一种好燃料 大家看这个葡萄汤脂肪都是好燃料 因为他很单纯的只产生能量 水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可以经由肺脏 糊掉 糊出空气里面 我们人体吸进来的空气呢 里面是二氧化碳是400个ppm 可是我们吐出的二氧化碳是53,000ppm 那么我们吃葡萄糖又不一样了 吃这个蛋白质又不一样 因为蛋白质除了也会产量产出少量的能量以外 它主要还是会产生尿素尿酸胺跟一些盐类 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啊 它会变成氨基酸 然后又会变成阿摩尼亚 NH3 氨 其他氨 还有尿素 还有尿酸 那么这个阿摩尼亚 它是一个很毒的东西 所以它要经过肝脏解毒 变成水 变成这个水溶性的 然后再排出体外 尿素呢也是一样 尿素是要经由肾脏排出来的 尿酸也是肾脏排出来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要排这些 要需要很多水 要需要很多能量 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肝脏衰竭的时候呢 你就要限制蛋白质的饮食了 不然就很容易会昏迷 就是你的阿摩尼亚 不能高到60 60以上 要比较低 尿素蛋也是一样 比方说一个肾衰竭的人 他尿素蛋就会高嘛 所以肾衰竭的人 他没有办法再排 排这个尿素了 但其他什么 假很多东西排不出来嘛 他是要限制蛋白质的饮食 肝衰竭也要限制蛋白质的饮食 还有尿酸也是不容易排出来 所以说我们如果平常大量吃这个蛋白质 你就欺凌了你的肾脏跟肝脏 让他们非常非常的操劳 要得到很少的能量 产生很多的废弃物 就好像你去拿一个枕木来烧 你要烧掉它很难 很硬的木头 它没有办法产生很多能量 你想要把它烧成灰 还要浪费很多能量 因为这个蛋白质 它会产生氨基酸 会产生葡萄糖 只有葡萄糖又会变成脂肪酸 所以这个吃太多蛋白质 其实也是会肥胖的道理 就是在这边 那蛋白质本身要分解 又会产生很多废弃物 所以这个是相当划不来的一个 一个作为 很多人有蛋白质恐惧症 以为要吃蛋白质多 才能够健康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说 什么样的能量 最适合人体库存呢 葡萄糖能够库存吗 没有办法库存 因为葡萄糖 它在血液里面的量 我们有几公升的血 你的葡萄糖是几个米里 100cc 你算都可以算出来 没有多少功克了 那么另外还有葡萄糖 会库存在肝脏跟肌肉里面 我们叫Gracosin 叫糖圆 大概只能库存500功克 500功克会产生2000卡的热量 一功克产生4卡 所以你一天2000功克就用完了 葡萄糖是没有办法 作为库存的 那么脂肪酸呢 也不能库存 脂肪酸 你要库存 就会体脂肪会增加 会肥胖 那这样脂肪过高 这样对健康是不利的 另外蛋白质呢 是一个最佳库存的形式 我们如果说我们如果不吃葡萄糖 那么你清水断食第一天 你会有75公克的蛋白质转换成葡萄糖 因为我们人身体不能没有葡萄糖 我们普通讲葡萄糖的基本量 大概是70个米里 就是一公升的血液70米里左右是比较正常 那么当然有些人会降到60、50、40 大部分降到40、50 就会感觉到头鹰、眼花了 然后如果血糖降到30、40 常常就是叫做糖尿病昏迷 常常会送到急诊 就不省人事嘛 无言乱语 所以说我们身体就算你完全不吃淀粉 不吃任何碳水化合物 我们的蛋白质也会转换成葡萄糖 给我们的身体来使用 当你清水断食到了大概是第九、第十天的时候 我们身体慢慢的就会比较消耗少的葡萄糖 就用20公克的蛋白质来变成葡萄糖来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生理的一个机制 脂肪也是一样 脂肪就是不能够库存 不能够库存过高 就是肥胖嘛 肥胖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用说明了 体脂肪太高 脂肪过高都是不好的 不管你是吃葡萄糖太多 还是吃蛋白质太多 都最后会变成脂肪 那么我们身体什么东西最适合人类 人类库存呢 就是蛋白质 很多人说 那吃蛋白质 那我就来大量吃氨基酸蛋白质嘛 就可以增加肌肉量不是吗 这个想法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肌肉要怎么样增加 我们后面再来谈 我有认识了不少的这个专门练脊重的啦 或者专业运动员啦 我记得我举一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晚辈 他大概才40多岁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 哇这个人好壮喔 差不多就是你看那个相簿选手 或者大力士这样 哇一个很很很很魁梧 很壮观的一个人 高头大马这样 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一看 我的天啊 他怎么变成这样 身上的那个本来是很壮的肌肉 后来变成像咸菜的叶子一样 整个身体就软掉了 就好像你穿了一个很不合身的衣服啊 这个皮就是垂下来 已经没有肌肉了这样 后来就发生了一些状况这样 所以蛋白质喔 不是要靠吃蛋白质才能够变成肌肉的 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因为你这样大量吃蛋白质 就会伤害到你的肝脏跟肾脏 它是产生大量的酸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的肌肉 如果要壮大肌肉 其实只能靠微创伤 什么叫微创伤呢 我几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说有一个水泥匠 他的责任就是看这个墙上有没有裂缝 有裂缝的话呢 就跟他补一下补一下 每天都有裂缝 一直补一直补救了 那个墙就会厚出来一层 好水泥 这个叫微创伤 我们的肌肉也就好像 我们身体比方说你去运动 你会觉得肌肉拉伤痛好几天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你的免疫系统看到这边肌肉受伤的时候 就会来给他修补 把一些氨基酸给他涂一涂 让他 让他这个微创伤修补好 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一直运动 一直受伤 一直小伤 受伤 当然我不是说你的肌腱断裂 或者肌肉整个断裂了 我们叫micro trauma 时间久了 你的肌肉就会慢慢慢慢的这个 壮大起来 这个就是壮大肌肉 其实只能够靠训练 多运动 就不管你做重训啊什么 都是可以的 走路也是可以 任何 就是说你要壮大 只能够靠训练 那么事实上 只要我们 就算吃 碳水和合物 它也会变成蛋白质 大家知道嘛 前面有讲过 不是说靠吃肌肉 好 是靠这个蛋白质才能够变成肌肉 这是一个很多专专这个运动健将或者是运动指导老师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错误 甚至有些人就是不懂嘛 也进口了一些大量的肌肉这个氨基酸产品要人家来吃哈 这个是一个对人体非常伤害非常大的东西 再来就是说哈肌肉 为什么我们要库存肌肉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碳水和合物没有办法库存嘛 那么你库存的 呃油脂就是肥胖嘛 当然也是不好啊 对不对 那么肌肉啊 就是等于第二个心脏 我们都知道 运动的量很够的人 好 他的这个心脏跳就会比较慢 好 所以说我们常常运动运动运动 这个心脏就不用那么吃力去去跳动啊 把血输送到全身 因为肌肉一运动 他也会把这个血液循环加快嘛 就是说肌肉相当于是第二个心脏 好 这个概念是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还有就是说 我没有多动 肌肉才不会流失 比方说我是做骨壳嘛 以前那常常跟病人打石膏 打石膏 如果我们会跟他说 你就算是手或者脚背包在石膏里面 你还是要做等张的运动 可是好患者都是比较偷懒嘛 他们可能也听不懂什么叫等张运动 如果有做等张运动细胞肌肉的萎缩就不会那么厉害 如果你完全就是不动他 等到你过一个月两个月拆掉石膏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么骨质就 打石膏那个骨质就疏松了 看起来就很疏松 然后就比那个没有打石膏的手 或者下肢就小了大概三分之一 就是用尽肺退嘛 你如果不用他 你身体里面这个肌肉呢 就会被抓来用 蛋白质会被免疫系统 抓来用到别的用途 所以我们讲用尽肺退 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视频 你看很多人到80岁90岁100岁 还在滑雪还在溜冰 还在跑那个马拉松 其实我们身体只要你不是关节坏掉 你的这个肌肉千万不能够流失 人超过70岁 如果你不好好运动的话 那么你的肌肉流失就很容易 人会容易跌倒啊等等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 所以我们讲这个蛋白质的设计 很多人说哇我要吃蛋白质 蛋白质可能占的饮食来源的 能量的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这个人一定身体会坏到不行 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要运动 可是我们要多吃油 不是要吃这个蛋白质这样 那吃蛋白质是没有办法 让身体变得更好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要多吃油 或者某些情况下 不要吃蛋白不要吃太多蛋白质 百分之十的蛋白质 那么你的葡萄糖可以降到 百分之十以下或者百分之二 我们叫生通饮食 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身体里面 里面的酸跟脂油剂就不会累积过多 还有就是说万一累积过多 还是排不出来的话 那么只好借由这个到保健馆去或者吸那个清气 或者做奈米光能热掉 好才有办法把酸排掉 所以以上就是讲的 按照母乳氨基酸比例来是蛋白质 这个专辑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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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